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换我换我 请问为什么蛇要脱皮 为什么蛇要脱皮 因为蛇的皮在痒 答对了答对了 那我有问题 请说 请问你为什么要一直玩这个呼拉圈呢 喂 这不是呼拉圈 它是乾坤圈 什么是乾坤圈啊 乾坤圈你也不知道 乾坤圈就是挪炸的武器啊 挪炸就是拿着他的乾坤圈闯入龙宫 就跟今天的主角阿珊去拔龙牙 一样厉害 一样神勇 嘿嘿嘿 要赞 我只有看到猩猩而已 没错 今天我们讲的故事就是 龙牙变猩猩 听故事啦 在南边的高山上面 有一条红色的大龙 它很喜欢吐火 嘴巴一张啊 就吐出又红又热的大火 把山上的树都烧光了 所有的动物都很害怕 爬了起来 整座山啊烧得红红 就像火山一样 超可怕的 而在北边的深海中 也有一条大龙 是黑色的大龙 它鼻子一张是要喷烟 对 它喷出的黑烟 又黑又浓 把海水都染黑了 所有的鱼都死光了 整个大海就像 蜗蜗蜡蜡蜡蜡蜡蜡蜡 就像黑色的墨汁一样耶 有一天 红龙和黑龙他们相遇了 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登登登登登 喂 他们没有要结婚 不要乱演 哦 对不起 对对对 这红龙大嘴一张 吐出大火 把黑龙的脸啊 烧得红红一大片 黑龙也不甘示弱 立刻从鼻子喷出大量的黑烟 唱得红龙啊 一直咳嗽 他们两只龙就这样打打打打了起来 从南山打到北海 再从北海打回南山 就这样子打打打 打啦打啦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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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了三天三夜 到三更半夜就这样打打打打 打得到处都是大火 到处都是黑烟 弄得一塌糊涂的 就在这个时候 大火和黑烟直冲上天 竟然把天空收破一个大洞 红龙和黑龙看到闯下大火 刚快就逃跑啦 哎呦 机关枪哥哥 天都破了一个大洞 这下可惨了耶 对啊 从破洞中射下来的阳光啊 变得非常的狠毒 把地上的植物啊都烤焦了 把河水都晒干了 人们找不到粮食吃 也没有水可以喝 更可怕的是 如果人们不小心被这阳光晒到 就会生怪病 全身红中尿去 不久就会死翘翘 嗯 人们只好躲在石洞里 不敢出门 大家都超没苦脸的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叫做阿珊 他站起来大声地说 不行 我们不能再这样子待下去了 一定要有人出去把这个天 补起来才行 没错 就在这个时候啊 大家都呆呆地站着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大家都不敢去 好吧好吧好吧 就让我阿珊一个人去补天 就这样 阿珊离开石洞 往最高的山跑去 白天啊 他找个地方赶快躲避阳光 等到太阳一下山 他就连夜的拼命赶路 嗨 就这样 阿珊翻过99座大山 这每座山都光秃秃的 一棵树也没有 地面还烧焦滚烫冒着烟 阿珊没有害怕 还是很勇敢地 一座一座地翻过去 不止这样 他游过99条大河 每条河都脏兮兮地 发出恶臭 一条鱼也都没有 他只能忍住口渴 一条一条地这样游过去 就在这个时候 阿珊终于爬上 最高最高的山顶啊 阿珊站在山顶上 又累又渴 他抬头一看 不禁哭了起来 我都已经爬到这么高的地方了 怎么还离天这么远啊 我要怎么才能上天啊 突然啊 山顶上那一棵 好老好老的松树说话了 小孩子啊 你要上天做什么啊 老松树爷爷 你会说话啊 老松树爷爷 我想要把天上的破洞给补起来 再不补起来啊 人们就会活不下去耶 你真勇敢啊 可惜我太老了又不能动 不然啊 我就带你上天去了啊 对啊 那老松树爷爷 你知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上天啊 那是当然的啦 我 我告诉你啊 有三个很有本事的姑娘啊 他们就住在这附近的三个峡谷啊 只要他们可帮助你啊 那就没问题咯 哇吼 阿山听到这事情啊 高兴起了 立刻冲下山 那首先 踏去一个峡谷 去找绿姑娘 真奇怪 别的地方啊 都是光秃秃的 这个山谷呢 却是绿油油的森林耶 好凉 好舒服哦 这时候啊 阿山一边走 一边叹气 哎呀 如果人们都可以住在这个地方 那该有多好啊 哎 绿姑娘啊 穿着一身的绿衣服 住在绿色的房子 到处都是种满绿色的植物 她正在刺绣 绣的也都是绿色植物的图案哦 绿姑娘听到阿山的请求 她就 一直摇头一直摇头 嗯 对不起 我只喜欢种树 等一下你要摇头 哦哦哦哦 对 对不起 我只喜欢种树 我对补天 没 信 去 好吧好吧 那谢谢你 不过 你可以教我这个种树的秘诀吗 我想等捕完天之后 我们还需要把这个树 全部给种回来 好啊 来 这是我自己用绿草编织的绿草鞋 它有神奇的功能哦 希望啊 对你们有帮助 谢谢 得到绿草仙阿山再去找蓝姑娘 蓝姑娘住的这个珊瑚啊很奇怪 其他的地方水都是脏兮兮的 这里啊却有一个好大好大的湖 湖水蓝的发亮 阿山喝一口水 好清好甜 哎呀 要是人们可以喝到这样的清水 那该有多好啊 蓝姑娘身穿蓝色的衣服 住在蓝色的房子 养了一大群蓝色的鱼 蓝姑娘正在蓝布 蓝出一皮皮的蓝布 阿山也向蓝姑娘表达她的来历 哦 阿山很抱歉 我只喜欢玩水 对补天没兴趣 好吧 谢谢你 不过我可以请你教我 怎么把脏水变干净吗 等到补完天之后 人们还是要喝干净的水才可以啊 好啊 来 这是一双用蓝鱼皮做成的神奇手套 它对你以后应该会有帮助的哦 谢谢 嗯 最后 阿山去找白姑娘 白姑娘穿着一身的白 住着白色的房子 养着一群白色的羊 整个山谷啊 就像在白云一样耶 这空气 哇 空气好新鲜哦 阿山啊 用力地吸了好几大口耶 真想要就这样住下来了 不再离开了哦 白姑娘啊 一边支布 一边对阿山笑着 你真的想要去补天吗 白姑娘 你愿意陪我去吗 呃 不过如果不愿意也没关系啦 呃 你可以 不对 如果你再不陪我去 就没有人带我去补天了耶 我愿意 呃 噔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乃姬哥哥你不要再乱演了啦 他们两个没有要结婚啦 不是啊 我还没有乱演他是 噔噔噔噔噔一下 他是说等一下 哎呦不用等 你就直接说就好啦 哎呦你真的很麻烦耶 白姑娘 你是说你愿意吗 嗯对啊我愿意啊 可是补天很难喔 要先去拔那个红龙的牙齿 还有黑龙的脚才行耶 嗯他们都很凶喔 你敢去吗 YES I DO 嗯 哎什么又YES I DO啊 他们没有要结婚 不用说我愿意嫁给你 不用说啦 不是啊我是说我敢的意思啊 哎呦不是不是不是啦 如果别人问你说敢不敢 你就说我敢就好啦 好啦好啦好啦 就直接说啦 你真麻烦耶我敢 于是啊 白姑娘就把银耳还 银髮剂还有银项圈都取了下来 做成一把银钳子 又拿出羊毛的袋子和白帽子交给阿珊 阿珊拿到这个宝贝啊 就首先就往南山去找红龙 他戴上了白衣羊帽子后 他跑得飞快了耶 就像白云在天空飞一样咻 更厉害的是他脚上穿的绿草鞋 而跑过的地方啊 立刻就长出植物来 很快的就发芽 长高开花变成大树 本来啊又黑又焦的泥土 全部都恢复成绿色的森林 阿珊冲到南山的时候 这整座山啊 已经长满绿绿的植物 他躲在山里的红龙啊 紧紧地包围住 哎呦 红龙啊 吓得再也喷不出火了耶 只是瞪大了双眼 看着自己也在变色 完蛋了完蛋了 我的尾巴 我的脚 我的身体 怎么全部都变成绿色的啦 哈哈哈哈 在我阿珊看来啊 您不应该叫红龙 您应该叫做绿龙 哎呦 这个红龙啊 不敢抵抗啊 只好乖乖地张开嘴巴 阿珊用银钳子拔下龙牙 放进他的羊皮袋子里面 接下来 阿珊去北海找黑龙 他就跳进这 黑瘦瘦拉山里楼的海里 就在这个时候 阿珊手上戴着这个神奇的蓝手套 只要他划过的地方 这海水立刻变得又蓝又轻 就从海面一直蓝蓝蓝蓝到深海里 黑龙啊 藏在最深最深的海里面 呆呆地啊 就看着阿珊 这样慢慢地慢慢地游下来 这本来 黑騷騷 垃圾裡樓的海底 很快就變乾淨 已經清澈了 黑龍嚇到 再也噴不住黑煙 只是不停地哀嚎 哀叫著 我的尾巴 我的腳 還有我的身體 怎麼全部都變成藍色的了 哈哈 那以後你應該叫做藍龍 黑龍也不敢反燙 乖乖地低下頭 讓阿山用銀錢子拔起兩顆黑龍腳 這阿山立刻帶著龍牙和龍腳 立刻跑去找白姑娘 阿山 阿山 太好了 你成功了 我也已經用白羊毛織好兩件大袍子了 只要披上袍子 不管是多麼強烈的陽光 也都可以擋得住喔 但是又不天 還要有這頭白山羊 它能帶我們上天去喔 來 上來坐好 好 不對 是你載我 好 那我們就出發上天吧 這白姑娘一說完 只見白山羊 四腳用力一蹬 砰砰 就帶著阿山和白姑娘 往天上飛去 陽光又亮又燙 阿山的眼睛非常地刺痛 根本張不開來 全身就像掉進油鍋一樣 燙得不得了 但是她雙腿夾緊 雙手緊緊握住山羊腳 一點也不敢放鬆 白山羊也是拼命地往上飛 飛得越高 白山羊就越難受 但是白山羊不肯往後退 阿山 白姑娘和白羊 都忍受著可怕的強光和汁熱 他們終於飛到了天空的大破洞 白姑娘趕緊把纏在頭上的白布解開 用力撒發達 這白頭巾散開 變得好大好大 就遮住天空的大破洞 就在這個時候 白姑娘大喊 快 快用龍牙把白布盯住 阿山 馬上一手握著龍腳當錘子 一手從羊皮帶中掏出龍牙當釘子 一顆一顆用力盯上去 阿丁阿阿丁阿阿丁阿阿阿山 動作又快又準 把白布牢牢地盯在天上 那個羊皮帶也真神奇 就像變魔術一樣耶 龍牙一直掏一直拿 這樣釘都釘不完 阿三和白姑娘就拼命釘阿 釘阿釘 釘阿釘 拼命釘 終於把整片大破洞都給補好了 這天上的破洞一補好 人們又可以安心地在地上生活囉 白天的時候一抬頭看 明亮了天空 其實就是白姑娘白頭巾變成的 人們就稱它為天幕 到了晚上 在天空中一閃一閃亮晶晶的 人們就叫它為星星 而這星星就是阿三跟白姑娘 辛辛苦苦一顆一顆釘上去的 龍牙 這就是龍牙變星星 機關將哥哥 我有聽過一個故事叫做 跨腹追日 這也跟大地河水 星星月亮太陽有關耶 沒錯 其實這些都是作者對世界的想像喔 我也有自己的想像 登登 嘿嘿 登登 你不要再拿挪詐的乾坤圈來玩了啦 這不是挪詐的乾坤圈 這是我的方向盤 方向盤 那你這樣子不就變成一台車 你就是車美墨啦 喂 你說啥 好啦好啦 不要拿你的方向盤K人啦 這不是方向盤 這是乾坤圈 又變回來了喔 你也太有想像力了吧 沒錯 就跟紫風車 挪詐鬧龍公的故事一樣 超有想像力的 挪詐就像蜘蛛人 咻咻 飛天蹲地 伸張正義 聽起來很酷耶 有機會的話 我一定要去現場看喔 我也會去 那這樣好了 你開車載我去就好啦 這不是方向盤 這是乾坤圈 你怎麼又變回來了啊 紫風車繪本故事劇場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欸欸 你剛剛說我是車美墨是不是 可惡 不要 哎呀 怎麼又變回方向盤啦 別跑 這個人 我們已知道 我們會不會 我們要不再試坐 那小店 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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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